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要为大家播放的是 国中国文 语文常识 词类介绍2 接着我们先来看本课的学习重点 本课的学习重点从第二点开始 能辨识文句中词语的词性 接下来则为第三点 能活用词语词性来表情答义 接着我们来看看学习重点 我们进入词性分类内容说明 记得在上一部片子有说过 我们的词分为实词跟虚词 因此接下来我们就这两个部分来说明 我们就先从实词说明来为大家介绍 上次有说过 我们的实词分为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代词 数词 量词 那在这个单元我们最后两个数量词会结合一起说明 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来为大家介绍吧 第一个就是名词 名词是什么呢 凡是人 事 地物的名称都是名词 例如军人 房子 街道 以及一群人 还有天空以及云朵 以及火车或是山林 或是一大片的草地 这些都是名词呢 现在我们就用句子来为大家说明名词 例如最勇敢的战士常常朝着最危险的地方走去 我住的房子面对一条宽幽的大街 其中的战士 地方 房子 大街 在这些句子里都是当名词来使用 第二点 动词 凡是能够表示人物的行为 动作 或人事物的存在发展等现象的词称为动词 例如跑 跳 游泳 这些词都是动词 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句子中的动词 可以为大家说解呢 例如东奔西跑 蝴蝶飞舞 在希腊旅行等句子 以上的奔啊 跑啊 飞舞啊 旅行啊 都是动词 因为它们表示人或物的行为 动作 再来 它有一句比 食物保存良好 以上的有啊 和保存 也是动词 它们说明的是人事物的存在 以及发展等现象 我们了解了动词之后呢 接着我们来看 第三点 形容词 凡是可以用来表示人事物的性质 状态 也就是可以用来修饰名词的词 称为形容词 例如景物很美丽的 美丽的 或是整个天空很灰暗的 灰暗 还有 哇 这个颜色 真鲜艳的鲜艳 这些都是形容词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有哪些句子是有形容词的 例如 球技精湛中的精湛即是形容词 用来修饰名词 球技 另外 瓷梅善目中的词啊 善啊 也是形容词 因为它们摆在名词前面 来修饰名词 梅 货目 看完了以上有关于动词 名词 形容词的区别 我们接着就来做一些小测试 小游戏吧 我们看完了动词 名词 以及形容词的介绍之后呢 现在我们想让同学来个集息测试 想请同学帮我们配对 它在希腊旅行的旅行 以及薄荷软糖送我一个的送 以及提灯笼吃元宵的元宵 美丽的夏夜的美丽 还有美丽的感情之后才能体会出来的体会 古老的滋味在新的滋味 以及我觉得口感不够滑润的滑润 以及最勇敢的战士常常走在最前面 以上夸壶中的词 你认为是什么词呢 现在我们就马上来配对 没错 它在希腊旅行的旅行是动词 提灯笼吃元宵的元宵是名词 薄荷软糖送我一个的送呢 没错 是动词 美丽的感情之后才能体会出来是什么词呢 原来是动词 我觉得口感不够滑润是形容词 古老的滋味在新头是名词 最勇敢的战士走在最前面 的确是名词 接着呢 我们要进入第四项 副词 凡是能够对动词的动作或形容词的性质 状态给予修饰限制的词 我们称为副词 那有哪些句子有副词呢 我们来看看 例如 它再三主妇茶房中的再三即是副词 用来修饰动词主妇 另外 风景非常漂亮中的非常 也是副词 用来修饰形容词漂亮 因为呢 在国中学习阶段 同学常常把形容词跟副词搞混 所以 接下来我们也要来做一个 区别形容词跟副词的测验哦 好的 现在呢 我们要来告诉各位同学 比较难判断的形容词跟副词怎么区别 首先呢 你只要确定形容词的后面是名词 而副词的后面呢 大部分是动词或形容词 我们就来看看吧 举个例来讲 热闹的街道 热闹的街道呢 老师把它归类为形容词 为什么呢 因为街道是名词 热闹是修饰它的形容词哦 没错 答对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副词的部分 老师刚刚有说副词的后面呢 通常接动词 我们来看一下 慢慢的念着课文的 慢慢的 它后面的念着是动词 所以呢 慢慢的就是副词咯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不对 好 没错 你答对了 接着呢 我们换小文来帮我们分类哦 好啊 好啊 现在换我来分类咯 我觉得热腾腾的红豆汤一定是形容词 因为红豆汤是名词 热腾腾的在形容它 再来 它快快的走开 走开是动词 所以快快的应该是副词 再来 我打扮得很时髦 时髦呢 是要修饰你打扮的状态 所以它是形容词 最后它歪着头想着 那那个歪着头就是副词咯 小文表现非常好 完全答对 再来 我们来看识词的第五项 代词 凡是能够指示或代替名词的词 称为代词 也叫代名词 只称词 可分为三类 一 人称代词 例如你 我 他等 二 指示代词 例如这 那 彼 词等 三 疑问代词 例如谁 和什么 哪里等 最后我们来看识词的数量词 数量词是数词和量词的合称 因为口语里数词和量词往往连用 所以我们合起来一起介绍 分别说明如下 数词是用来表示人事物的数目或次数 例如一啊 二啊 十啊 百啊 以及到万 十万 第一 第五等 量词则是用来表示人事物或行为等单位的词 也称单位词 例如个 件 量 尺 公斤 一遍 两遍的遍 或是次 烫等 以上是关于词词的介绍 好 看完了以上词词的说明 以及做完了一些小练习之外 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虚词说明了 接着我们进入虚词 就前一部片子我们曾经说过虚词有哪四类啊 现在我们就邀请小文来为我们说明 小文请说 哦 嗯 关于虚词啊 它分为第一类叫介词 第二类叫连词 第三类是助词 第四类是探词 虚词的四大分类已经区分完毕 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举例说明吧 首先是介词 什么叫介词呢 凡事能够引进名词代词到句子里 以表示时间 处所 方向 方法 范围 原因 目的 工具 比较等关系的词 称为介词 也叫介细词 例子如下 老师来自澎湖的字 他坐在椅子上的在 从头到尾的从跟道 为爱走天涯的 为 我用笔写字 你比他高 这些呢 字啊 在啊 从啊 到啊 为啊 用啊 比 都是把后面的名词引出来 这些介细词啊 后面都会表示地点 目的 工具 以及比较等等 以上就是介细词的举例 接着让我们看看连词 凡事用来连接两个以上的词 句子 甚至段落的词 称为连词 也叫连接词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哪些例子好了 例如 爱情和友情的汉 外婆与外公的鱼 蛋饼或汉堡的或 小儿美的儿 又大又亮的又 如果我一直不长大 就点点点的如果和就 虽然和蛋 多吃蔬菜水果 不但有益健康的不但 以及后面的而且 可以养颜美容 还有与其错而言不如其而行的连接词 这些连接词啊 都是为了连接词语 或是连接句子 甚至连接段落来使用哦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 注词 凡事附在句子上 表示各种语气 或是附在语句的中间 表示某种结构关系的词 称为注词 因此重点在语气跟 还有表示某种结构关系哦 我们来看看例子 例如第一个 表示语气 来了 可别太快开动啊 有什么关系呢 你好吗 你走吧 等等的都是表示语气 再来我们来看看 它是注词 表示结构关系 例如 为例仕途的 是 河南之有的 之 这两个字 都是没有意思的 以上是注词的说解 接着我们来看看 最后一个虚词 四 探词 凡事可以表示感叹呼唤 回应等声音的词 称为探词 也叫感叹词 探词通常单独使用 和语句之间 用标点符号隔开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例子吧 例如 啊 好极了 的阿 的阿 爱扬 他站不起来了 的爱扬 哇 水豪冷 喂 你是谁的喂 哦 是这样吗 的哦 通常呢 探词后面都会跟着 金探 好 以上就是关于四种虚词的说解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学习重点 活用词性表情答义 到底要怎么样活用词性呢 原来活用词性就是临时把某一类的词转化为别的一类词使用 其中最常用的情形是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名词活用为形容词形容词活用为名词等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和表情答义的需要适当的活用词性是增强潜词造句生动性的有效方法这样在修辞学上我们称为转品 转品修辞建立在以文法的词类为基础的观念上 品指的是文法上所说的词类 转品呢就是一种修辞手法在构具时改变词汇原来惯用的词性 譬如将形容词或名词转成动词来使用 转品是实现词与艺术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文学家们为求得表现张力而做出的创新变化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转品的例子吧 一名词转动词的例子 例如春风凤人的凤 这个凤就是名词转动词 二动词转形容词的例子 如归人过客 其中的归跟过就转品为形容词 三动词转名词的例子 例如能源的耗损 以及我无法担负 这沉重的负担 由衷的感谢 其中的耗损负担感谢 都是动词转名词的例子 四名词变形容词 例如气候非常夏天 句子中的夏天就是名词变形容词 五形容词变名词 例如那甘美的苦涩中的苦涩 就是这种类型 以上是转品的用法 接着我们来测试阿国和小文 看看他们可不可以从选择题里 辨识出转品呢 大家好 我是小文 我现在就来做一题转品的题目 给大家看 我们先来看题目哦 耳朕早已年过而立 自然不再是闲着脸 要求母亲折止船的年纪 剧中的闲字 由原来的名词口水 转为动词流口水使用 下列选项框框的字 何者不属于此类 因为他所要寻找的不是转品嘛 那愿味试阿玛的事 是从市场的事变成动词的买 所以他是转品 B也是 他是从鞭子的鞭转品为动词的鞭 C也是 身与我呼管的管原本是名词 这边引申为动词的柱 我答案选D 因为下额印本身就是动词 他没有转品 好 接下来交给阿国咯 好的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这道题目 下列框框中词语的词性 何者前后都相同 A 自由选择工作 以及赋予我们每个人的自由 B 规划一次环球旅游 以及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规划 C 说明书上的说明 可指导我们 点点点 D 他的绰号小Z 是因为老师打瞌睡 所以得到这个绰号 我现在就来解释一下 A 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 他修饰的是选择 因此他是副词 每个人的自由 因为他代表的是每个人的自由 所以这边是名词 规划一次 这边的规划是动词 最重要的规划 这边是名词 说明书上的说明 他修饰的是书 所以这个说明是形容词 后面的说明 反而是名词 再来答案是D 因为D的绰号都是名词 哦 我的解析相当成功了 好的 感谢阿国和小文 为我们解释这些题目 各位同学 今天的语文尝试 词内介绍2 就到此告一段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